轻轻的我来了,正如我轻轻的走 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鱼林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轻轻走了,去加拿大定居了 以后不能带大家在天津看鱼了 不好意思啊,最近一直在忙 一直没有和大家正式告个别 目前的网站还有国体发货都有彩虹塘接管了 如果大家想看加拿大这边水族市场 给我留言或者私信 我倒是可以拍几期 但是肯定不如天津那边精彩了 感觉心里挺遗憾的 还有好多想去拜访和记录的养鱼人 出于各种原因没有记录下来 天津著名作家冯继才有部作品 叫做《俗世奇人》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专门记录了天津外好多市景中的传奇人物 其实我觉得天津养鱼界也有好多 值得咱们记录的俗世奇人 比如拿近的来说吧 咱比较熟悉的养了一辈子金鱼的 赫赫有名的札尔大爷 是吧 临走之前我还去小鱼朋友转了一圈 一会儿带大家看一看那个视频 当然最重要的走之前我去墓地拜了拜鱼大爷 在他墓前哭了一场 我自己心里也痛快点了 当时还把鱼友们给鱼大爷做的诗写的留言都在墓前念了念 也算了着我一桩心愿吧 鱼大爷我来看看您来了 您这一搬家搬那么远好吗 我看您一回可不容易了 您这搬家不高我在哪 您对我这么好 我也没来得及好好孝敬您 您就走了 要是您活着您又该说我了 大热片我这跑吗 这回来我也给您带不了吃的 带不了喝的了 我也给您带点画 您自个儿看看画 搞兴搞兴 行吗 您这干妈怕我出国老惦记着您 您这一走了我出国 我不用惦记您了是吧 行了咱爷俩都别养鱼了 我也养不了了 您也养不了了 唉 你看人家给您写的事 我给您念念 腰池没有似于仙 往母下凡寻人间 但爱鱼翁手一仙 腰上天庭未仙斑 听得懂吗 说我王母娘娘那个 腰池里边有鱼 没有人养鱼 然后看您养鱼挺好的 让您上舔厅 给您一个鲜味 让您养鱼去了 看人血多好 上天上养鱼 给他给你好好养啊 可别把人 可别把人羊死啊 羊死没事 羊死我再给您买好鱼 唉 我走了 我礼拜 礼拜四 我去加拿大了 我再回来看您 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你在天上好好的 在天上 好好的 保佑保佑 自个家里面的人 保佑保佑我们 让一直关心你的人 爱你的人 都过得顺顺当当的 唉 走了吧 走了也少受点罪 您说呢 唉 您这辈子怪不容易的 你活那阵 没给您送个话 这走了 上天了 给您送点话 把这个话 搁您正好 搁佛像一下 让佛像也看着 也保佑您在天堂 顺顺当当的 开开心心的 唉 我以为我过去那今儿了 结果这一剪视频啊 这心里面又挺难受的 真对不起大家 我这个最近这个心情啊 一直不好 自从于大爷没了以后 唉 咱们看看好看的 看点高兴的吧 咱们去找一棚看看街鱼去 戴师傅 哎 那个戴师傅走了吗 哦 回去我打抱的时候再熟过 我打抱的时候再熟过 我打抱着了 他们是在战场 咱们去家里的 咱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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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鱼虫子还正好 味儿红 这鱼虫子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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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鱼虫子还好